我的個性比較粗獷豪邁 所以我選的車子大部分也是這種個性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這個車呢 在車界也蠻受好評 頗受注目的 那就是還沒改款之前的衛飾 Defender 它到底有多難開呢 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這車也沒什麼好講的 機械圓很簡單 操作 非常的粗暴 然後它的避震非常的不舒適 加上使用柴油的引擎帶來的那個躁動 所以它不是一輛舒適的車 所以每個車主呢 我們開的時候遇到對面來了一輛一樣的車型 我們會打招呼 因為又遇到另外一個瘋子或是傻瓜 我覺得你是個傻瓜 車開起來雖然這麼的不舒適 但是它簡單的機械原理 它的故障率很低 它可以帶來足夠的信任 然後好像在很多的動作片裡面 戰爭片裡面 或是那種動物頻道裡面 你都會看到它的聲音 這也是我選擇它的原因吧 你別笑 早期香港很多政府的單位 使用這類的defender車型 但是不同的任務不同的需要 有不同的規格 聽說有那輛車來頭不小 我就帶大家去看一下 到底有怎麼了不起 見到的這部 完全被打敗了 這是香港的謝大哥 他所擁有的defender 看到沒有 我想了很久 我找不到 因緣機會 謝大哥給我這部車 而且我跟你講 這不是說你有錢 就可以擁有它 這麼簡單 花了很多心思整理 來看一下 come on 國安它裡面呢 有那個軍事作風 還有硬派越野的所有裝備 當時買其實幾萬塊 我想再整理 到現在的價值 應該都很難估計 看到沒有它的排檔感 這是直升機的操控感 然後謝大哥把它改成它的排檔感 外行人改裝 是改包圍跟外觀 真正內行的人 引擎這個心臟部分 才是值得看的 哇 快五十歲的車耶 引擎線圈 天啊這花多少心思去改裝啊 我的媽呀 這真的可以好好越野一下 而且 剛聽到引擎聲的調教 口水都流出來了 你知道嗎 我也有漢馬H1啊 我也有defender 最後一代 可是這個真的是 很不容易擁有它 而且要花很多的心思去整理 這才是我最佩服的地方 天啊 有一天你不想開的時候 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想的美啊 你做夢了嗎 嘿嘿嘿嘿 有人說男人喜歡幾個W 哪幾個W呢 Mine 酒 Weapon 武器 Watch 手錶 Women 女生 還有就是Wheel 跟Wagon 講的就是車 所以呢 唉 車算是大男孩的玩具 天啊 有一天你不想開的時候 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啊啊啊啊啊啊